是的主播監視器中可以看到 後方機車過彎 一次速度過快 操作不慎 直接噴飛 用力撞上了貨車的後車痘 頓時機車車可噴飛 零件散落一地 可見撞擊力道非常大 仔細一看機車車頭轉入車底 男子坐在機車上 雙腿卡在車痘動彈不得 貨車司機也嚇一大跳 要進去了嘛 我只聽到 然後就嗆一聲聽到 然後我這個門就整個甩到我的 然後東西就噴出去 車痘就是要一定 幾次燈啊 索性貨車司機當時正在卸貨 才沒有意外發生 事罰在新北萬利 警方貨爆後也緊急趕到現場 破壞器材 將起事救出 緊急送醫 詳細照事責任 還有待調查釐清 以上在新主播 我是陳怡榮 貨爆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彭內的第一線 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 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和開啟小鈴鐺喔